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马总统他现在呢有Facebook近期之内要开张了 结果呢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是引来了一片争议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公务员好像不应该在这个上班的时间去上Facebook不是吗 上脸书啊好我们来看看哈这里面可是有规定的哈 这个公务人员说不宜在上班时间或以公家电脑上网连接脸书啊 铺浪等社交网站从事与执行职务无关的相关网络行为 那么公务员也不得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是方法 要求他人加入公职候选人的脸书或铺浪的会员 或支持特定的政党政治团体或者是公职候选人 只有在下班的时间你可以但是也是要以非公家电脑去上网连接这些社交网站 好敬平我先请教你啊这个呢其实针对这件事情呢 那马上就看到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罗志强他有了这个最新的回应 他说什么呢他说上脸书有没有违法呢 没有因为那是职务之所需 如果是职务需要的话刚刚不是讲吗 说跟执行职务无关的等等等等的行为 结果他马上就定掉了 他说这个跟网友沟通是公共沟通的一环 我们有问过权序部权序部就说因为职务需要在上班时间使用脸书就并无不可了 这个是总统府的特权吗 还是说真的照他所讲的是职务所需 罗志强会这样讲因为罗志强本身他就有Facebook 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脸书在在在那个网路上 那其实像以罗志强来说像类似他还有国民党过去在国民党青年团 就是马英九之前在第一次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那个青年团包括还有他跟他同辈的书俊斌啊 他们几位都有这些就是像包括甚至有MSN啊 然后脸书铺浪这些在交流 甚至跟媒体记者之间都有这样的一个连结 那所以罗志强他会这样反应呢 就是说这段日子以来他用这个网路上这样的一个工具 他已经习惯了 在他的观念里就认为说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就好像民进党绿营他里面有很多 不管是从上到下老中青三代 他们有很多人都在经营脸书 不管是本人自己去上脸书也好 或者是那个秘书帮他去经营 那很多的立委跟县市议员 其实也在做脸书的一个分享 包括他可能在立法院做一个咨询问证 碰到了什么事情不开心 或者跟哪个立委吵架 或者在言语咨询当中不开心 他就会上了高铁或坐车 或者是下那个回到研究室 他就自己上脸书去发表一下 那诺布克拿来 他就把他的心情抒发在脸书上面 然后会获得网友很多那个粉丝的 赞 回应啊赞啊按赞啊或者是留言啊回应啊 其实脸书发展到现在变成一种 就是社群网站到现在就是这个 资讯化补给的一个时代 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工具 考试院他这个 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政府有这样的规定 无可厚非他可能就是当时说 怕像公务人员当时不是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都有流行 那个开心农场 种菜 对种菜然后网络上 那这个又跟他虽然都一样属于Facebook一系列的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认为那种开心农场就认为 有点接近就好像在玩了 因为人家点选种菜那个 那但是脸书发展到最后跟铺浪一样 他就是一个讯息的交流 一个讯息的分享 或者是你当成email 那如此一来的话 是不是有人会钻漏洞啊 那就说你以后那个email是不是也不能用 公家机关现在有很多是强调是电子化的文书作业 那你是不是email因为我们知道 NMSN他那个昵称下面那个留言 你打一个你的什么心情 比如说我今天上班迟到了 你打一句话在上面 你就会在脸书上显示出来 就说有那个那个 然后很多人就会回应你 比如说东豪哥或是光景 他就会回应我说 下次早一点起床就好了之类的 就是这种回应 加常的问候 增加人际交流之间的一个情感 但是以这个来回去限制说 像这种规定啊 人事规定啊 我是觉得挺无聊的啦 就是很多人他们知道 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会该做 不该做就不该做 就像当时开心农场在正夯的时候 也下令说不准上班时间用什么开心农场啊 不能这样子玩啊 那个还可以讲得过去 因为人家就会觉得好像你在打电动 就好像我们在打电脑上 在玩那个地雷踩地雷一样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观感不好 但是脸书这种东西 当然你不要太沉迷于在上面啦 你一直在上面打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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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家回应 因为他常常会有版面的更新 隔一段时间几秒他就会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 所以说以罗志强这样的一个反应 他就是基于比较年轻的一代 就是或许是跟我们一家时下的一些网友 或是大家的想法是很接近 说啊这个没什么不可啊 但是就于公务奔济 或是你是不是在上班时间内 的确他这个要拿捏啦 然后现在政府希望用这个规定来限制呢 也是怕以后大家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潮 是东豪 不过说真的 如果是马总统来经营脸书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吸引到众多的这个广大的这个粉丝 还是说可能啊会变成是这个绿营人士啊 他们的另外一个战场 这个我们当然也很好奇了 还有一点 这个我就想到美国总统欧巴马了 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个身为我们台湾的 这个这个台湾人就曾经有接到过什么呢 欧巴马的信 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以后也许大家会不会想说 哪一天这个马总统也寄了一封信给我 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拉近跟民众之间的这个互动距离 没错因为欧巴马那个信是这样 他特别在台湾里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收信人的称谓 然后还有欧巴马亲密的称谓 比如说我是陈东豪 我接到他的信的话 他上面写东豪兄之类的 然后遇到光晴姐 他的吸引的魅力在于他 他觉得让你觉得说 好像是欧巴马亲自发给你的 是吗 当然不是 他是一个电脑软体 是 输入所有的资料Data之后呢 他就会分门别类 不同的身份 适用不同的内容 如果马总统有这套软体 当然可以这么做 就像脸书一样 但是你真的跟上了 马英九总统的Facebook之后 你确定回话的人 真的是马总统吗 他有那个时间吗 永远你看到那个脸书的时候 一定是安排好的场景 可是我要先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刚才讲到 全序部说那是在 持务上之所需 我实在对全序部很有意见 从巴巴啦公务员那些 一路风云拍马 然后马英九一直在做 悬烂热马的动作 然后呢现在 罗志强就问了全序部 又回来一次了 那脸书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因为马英九总 他是总统 我是根本很怀疑说 马总统真的 你随时都有时间 回复脸书 大家粉丝的一些问候吗 还是根本就是有人帮你做这件事情 如果是他旁边有一个秘书 帮他专门做这件事情 实不上之行为 是 同样你来看如果是罗志强 罗志强是总统府的发言人 对 他如果他操作脸书 他的手机就可以操作了 就可以恢复这东西 那当然是他职務行为 他是发言人 记者也可以用脸书跟他联络 一般民众要陈情 或者要干嘛 如果他是公开的 如果他是公开的 当然都可以走 可是 如果你是有重要的机密的 或者是你有职务上 其他的保密的一些 时间性的一些任务的时候 脸书就不移了 所以其实 马英九总统做脸书这件事情 其实我只是觉得说 他是有感于选举的压力到 希望发展一些新的东西 去吸引新的选民 那这个东西我们在五度选举的时候 看到说 民进党候选人大量使用脸书 像我所知道 蔡英文利用脸书 利用脸书相当成功 可是 欧巴马的选举 欧巴马也要运营的选举 像他已经在改变他的方法了 因为脸书这个事情 在上一次选举有用 在下一次选举对欧巴马来讲 不一定有用 你这时候再去做脸书 要有一个前提条件 你现在是总统 欧巴马当时用脸书的时候 他是这个参议员 那他是在竞选总统 所以他的时间性跟 那个角色上是不一样的 今天是总统 你除非你是真的会玩脸书 那么你去做脸书 利用下班时间 也许可以吸引到年轻的选民 如果是有别人帮你操作的话 这个效果我觉得会有问号 好下一个小时回来 我们要继续讨论的话题呢 就是中共歼20战机是非成功了 而且这个讯息还是亲口 由中共领导人胡锦涛 好他证实怎么来看这个事件的效应呢 马上回来 好